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文案 喜欢的朋友请添加关注 今天咱们讲讲 残龙为什么把和珅留给自己的儿子杀 残龙与和珅亲密的三下级关系引起人们的诸多猜测 残龙确实极其喜欢和珅 为什么呢 因为和珅才能优秀 而且会办事 说白了就是又有才能又会喷马屁 有一次西藏派人来朝 满朝文武百官 竟没有一人能说说藏语尴尬之极 这时和珅出手 解了乾隆的染眉之极 不仅如此 和珅作文满城 其汉文诗词皆有造诣 最重要的一点 对于喜欢诗词书画的乾隆皇帝 和珅水战表露文产 却从不夺乾隆的风口 这也是乾隆喜欢他的重要原因 还有最重要的是乾隆晚年 日益安与享乐 大势兴奸土墨更是六下江南 清朝皇家开销皆由中人府分配 即使皇帝也不能随便从国库拿钱 乾隆更是爱惜自己的声誉 这时 和珅就充当起小金库 到处收挂钱财 为乾隆皇帝铺平了无数次道路 其生命最后的十几年一直是贪污的岁月 更是为乾隆的享乐创造了一切基础 可以说没有和珅 乾隆会丧失很多乐趣 乾隆讨会想着杀和珅吗 不会的 完全没有可能 他完全不在乎和珅的生死 总有人说乾隆故意把和珅留给嘉庆来杀 可事实上乾隆从未培养过嘉庆 更是在退位后依然不给嘉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史书记载 嘉庆在太上皇乾隆面前 简直是面带微笑不发一言的皇帝 乾隆不在乎自己的儿子 更不在乎和珅这个奴才 乾隆积提提阿姨自己的声誉 其自私虚荣无情 完全大过朝政 和珅只是个奴才棋子 他也不在乎自己死后和珅会有怎样的遭遇 所以和珅在乾隆死去第二天就倒台了 对于乾隆这样的上级 他走了却也想带走一切 包括和珅